就是李一亮 团结 怎么讲 就刚刚也有听文文老师有提到这个比利时球队目前给大家的那个印象 其实对于足球 说实话 我了解不是特别多 但是本身呢 我现在也是在一个音乐组合里面工作嘛 然后团结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我在一个团队 所以我在团队里甚至团结其实挺重要的 我和我的成员们上场 上舞台 不能说上场 上舞台就表演的时候也要互相合作 才能完成一个好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像 尤其是像比利时这样一个 就是大家都关注着他的球队 在世界大赛这样的关键时刻当中 其实如果发生队内不和谐啊这样的情况 除了说影响 怎么说 除了说影响世纪以外 更影响当下 进球某个瞬间 或者是传球某个瞬间 大家的配合 这样是最影响的 就是默契度会受影响 我觉得更多需要站在 成员之间的 队员之间的角度去理解 他怎么想呢 站这个角度 他怎么想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一句话说开了 那个摩擦或者说那个不和谐就没那么多 而且我今天我也了解了一下 就是在我们这个赛前记者会上 那个比利时的门将叫 库尔多瓦 他也说了 他觉得好像 他不觉得对那有什么问题 觉得就也 跟我想的就一样 就大家说开了可能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希望他们真的有能 私下进行这个好的沟通 要不然这样的话就 摒弃掉赛场以外的因素 让大家就真真实实的 站在这个赛场上 看靠技术谁能赢 讲得非常好 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讲 团结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包括比利时目前来看 外表暴露出一些不团结的因素 也可以看到 队里边 在有消息传闻说 他们在更衣室里面 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甚至于队员之间 发生了口角 当然 从另外角度来讲 现在克罗地亚的来讲 年龄大了 但是好像似乎感人感觉 这个队友要比比利时要更加的团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今天一个团队 到底你团结不团结 能不能打出团队足球 恐怕是今天比赛里面 能否取胜关键